这对男女才刚认识四个小时 女人就说他们未来将要结婚 所谓女追男阁层杀 男人瞬间愣住了 反问对方为何如此确定 女人坚定地回答他 正是男人自己在他很小的时候告诉给他 原来男人亨利是一个时空旅行者 患有慢性时间错位的罕见基因病 每次发病都会随机穿梭到人生的不同阶段 而且他不能携带任何物品 他的位置是随机的 他有时会突然陷入危险 只能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存活在不同的时空 这一次36岁的亨利看到了他6岁的妻子克莱尔 让他给自己找一套衣服 善良的女孩跑回家 悄悄地拿走了父亲的西装 换上衣服的亨利 第一次出现在克莱尔面前 至少对于女孩来说是第一次 毕竟亨利来自未来 忍不住向他透露了他是时空旅行者的秘密 并说他6天后会再来到这里 让克莱尔提前准备好衣物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还要求女孩准备好笔记本 他会列出他们两人以后相遇的时间点 直到亨利突然消失 他不是很能理解 但他相信这个人有一定的超能力 而他即将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女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4年过去了 20岁的克莱尔在不同时期遇到了亨利152次 他逐渐爱上了这个男人 并期待着成为他妻子的那一天 这一天克莱尔去图书馆找书 不小心发现图书管理员正是亨利 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正续时空的亨利 然而28岁的亨利比时还没有见过克莱尔 但女人能准确说出亨利的全名 他额头上的伤疤 以及准确地说出他左脚的胎记 亨利这才相信他将来会遇到这个女人 于是两人约好晚上共进晚餐 这让相思14年的克莱尔顿时心花怒放 但亨利在赴约前又进行了时空穿梭 这次穿梭回到小时候碰巧遇到了7岁的小亨利 这是小亨利的第一次发病 光着身体穿梭到博物馆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时28岁的亨利给了他一件衣服 向他详细讲解了穿越时空的规则 并给了他一些生存技能 以便在未来无数次的穿梭中幸存下来 随着俩人一阵反胃 分别又穿越回了各自的正续时空 亨利刚好砸上一对小情侣 抢走了男人的西装和鲜花 终于匆匆赶上了与克雷尔的赴约 克雷尔递给他一本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们152次相遇 亨利很是吃惊 未来的自己竟会与眼前的女人相遇这么多次 在冥冥中亨利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孩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两人相约回家有好交流 浪漫的男人也点燃烛光 女孩也难以忍受内心的激动 现在相遇的亨利是最年轻最性感的一款 终于抑制不住自己 但很快克雷尔从浴室的抽屉里发现了其他女人的衣服 瞬间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心中除了愤怒就是极度 他没想到自己迷恋14年的男人竟会如此花心 亨利不得不解释他现在还有个现任女友 这段话让克雷尔更加恼火 头也不回地来到酒吧一个人喝闷酒 这时桌上出现自己刚丢的一只高跟鞋 原来他遇到了36岁的亨利 他刚刚从14年前穿梭过来 与此同时28岁的亨利也在酒吧门外徘徊 看着他与28岁的亨利相比 克雷尔感叹36岁的亨利是他的理想型 他想知道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 让门外那个男人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然而亨利并没有完全告诉他 时间和空间的穿梭是无情的 他随时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例如他不时看到一滩血 他就知道了自己会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受伤 但他不清楚究竟是在哪个时间和空间 这种对命运的无力感使他迅速成长 只有遇到挚爱之人才能得以成熟稳重起来 36岁的亨利又要消失了 在他消失之前他找到了28岁的亨利 并警告他要时刻警惕着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50岁以上的样子 他害怕每次见血都是预测到自己的死亡 亨利多么希望能和克雷尔一直在一起 但年轻气盛的亨利显然没把老亨利的话放心上 然而在36岁的亨利离开后 28岁的亨利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 在晚上暗向深处出现了一双断脚 而左脚上的草莓胎记说明那人正是亨利 一个8岁的男孩愤怒地对着他的母亲大喊大叫 因为他知道他的母亲将在几个月后死于车祸 他试图告诉母亲真相 希望能防止悲剧发生 但无论他多么努力解释 他的母亲都不愿相信 认为他是为自己的逃课找借口 直达男孩亨利向母亲透露自己是明世空旅行者 可以随意穿梭到人生的不同阶段 可是无法控制时间和地点 且伴随着光屁股和未知的危险 他现在是来自未来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止母亲意外身亡 但母亲却第一次对儿子发了脾气 母亲不知道儿子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亨利总会时空穿越回到8岁那年的圣诞节 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不愿提及的时刻 这一天母亲带着8岁的亨利开车去机场接父亲 外面大雪纷飞 家家户户都张灯结才好不热闹 这一天本应该也是亨利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可母子俩人即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8岁的亨利不断注意到 路上有着各种不同未来的自己 他们是不同的年龄亨利 这些亨利似乎在等待某个时刻的发生 正当母亲在等红灯时 后出一路一阵子刹车 就在铁板飞过的那一刻 8岁的亨利瞬间穿梭到两分钟前躲过了一劫 28岁的亨利熟练地为他穿上衣服 他们只能看着车祸弹无能为力 然后8岁亨利穿回车里 母亲被铁板割断了头 残酷的场景成为亨利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 亨利无数次见证了母亲的死亡 然而无论亨利采用什么方法 都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回到28岁亨利的时候 克莱尔还在为前几天的失控而升起 他受不了亨利的吊锅铛 说要远离他 两人在地铁上吵了一路 可亨利告诉他 无论克莱尔如何远离未来 历史都无法改变 为了试图改变亨利口中那既定的未来 克莱尔随即选了一家咖啡馆 可面前上了一杯他没点的拿铁 服务员是绿色的 墙壁上正印着科莫糊 这下克莱尔恍惚了 正因为当他还是6岁时 31岁的亨利就曾经告诉过他 何时会透露他母亲的去世的真相 于是在克莱尔的坚持下 28岁的亨利终于说出了 他母亲时去世的原因 克莱尔也逐渐明白了 这个人内心的痛苦 虽然母亲在他8岁时 已经不幸离世 但作为时空穿越者的好处之一 就是能不断回到过去 去探访当下已经逝去之人 例如亨利偶尔也会回到自己出生前 亲眼目睹父亲向母亲求婚的情景 25岁的亨利看着眼前幸福的母亲 微笑着呆着一点痛苦 已经预测到未来悲剧的他喘不过起来 但母亲从来不知道亨利的真实能力 不过父亲在他16岁那年不幸知道了 这个男人居然回到30年前 看着父亲向彼氏年轻的母亲求婚 这一场景让他既动容又无比感慨 因为他知道母亲将在自己8岁那年车祸身亡 男人亨利是名时空旅行者 可以随意穿梭到自己人生当中的不同阶段 但是是无法控制时间和地点 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 对他越重要的人 亨利就容易穿越到他们所在的时空当中 有时候他也会一名路人身份 遇到自己还在强宝当中 因为他太想念他的母亲 似乎总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亨利 总能回到不同的时间 看到母亲还活着 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痛苦 相反他让他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那一天的场景 甚至无数次地回到母亲的葬礼时刻 这一天8岁的亨利穿梭回到几个月前 碰巧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28岁的亨利从未来回来 继续向小亨利传授维持生计的本领 小亨利告诉28岁的亨利 他的母亲将在几个月后死于车祸 他想试着阻止这场悲剧 可老亨利无情地说 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一切都只是无用的 哪怕是穿越者都无能为力 就像一分钟后 他会跳下椅子跑到对面 这是无法改变的 8岁的亨利紧紧地抓住椅子 I'm not doing it I'm not 但下一秒8岁的亨利忍不住跳下座位 扑向母亲的怀里 可母亲以为他逃学出来玩 正要怪他 亨利只是反复说对不起 他试图解释未来会发生的悲剧 但妈妈不相信他 听着妈妈喋喋不休 亨利快要崩溃了 忍不住说他是时空旅行者的秘密 I'm a time traveler I've come from the future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really important 可母亲依然认为儿子在胡言乱语 甚至第一次吼了8岁的儿子 而悲伤的8岁亨利 终于明白一切都无法改变 28岁的亨利回到了自己的时空 他带着克莱尔来到图书馆 拿出他珍藏已久的 关于母亲的视频资料 母亲曾经是著名的歌剧演员 他在去世前一周演唱了 录音带里面正在播放的歌剧 亨利突发奇想 如果有办法让过去的母亲 和未来的妻子交流 那该有多浪漫 他问克莱尔如果可能的话 他想问妈妈什么问题 几秒钟后 亨利继续按下录音机的按钮 奇迹发生了 他告诉克莱尔 爱情总有一天会结束 但只要你们相爱了 有了共同的快乐时光 爱情永远不会太晚 事实证明 亨利决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回到母亲的表演之前 告诉他克莱尔今天提出的问题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 回答观众的问答环节 只要当下的自己 有意识去实践未来所发生的事 那意味着未来的自己 会帮助当下的自己实施 继而实现过去之人 与当下之人的对话 急对发生了就已经发生了 这一铁柜完美的诠释 这份浪漫的礼物 让克莱尔热泪盈眶 他又爱上了28岁的亨利 女孩缓缓走到车灯前 露出伤痕累累的肌肤 这一幕让车内的男人亨利心疼不已 连忙赶上前去追问 原来那天晚上16岁的克莱尔 并没有首约去和未来 穿越过来的丈夫亨利约会 而是去参加同学举办的聚会 虽然彼时他还不确定 这人未来是他的丈夫 克莱尔只是为了让自己迈出那一步 尝试除了亨利之外的生活 所以他主动向别的男同学 抛出橄榄枝 但是到一半时他后悔了 返回树林想找亨利哭诉 但41岁的亨利立刻消失在他面前 让克莱尔内心充满痛苦无法释放 亨利很快又来了 但这次是32岁的亨利 克莱尔也一反常态 不苟言笑没有了往日相遇的兴奋 甚至开上父亲的车 带着亨利在街道上肆意驰骋 不顾行人和来往的车辆 这一反常的行为 让亨利意识到一定是用什么事情发生了 于是在他再三逼问下 克莱尔还是说出了真相 亨利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看到他决绝的表情后 他终于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32岁的亨利打电话给24岁的亨利 要求他今晚8点整到10点整之间 不要一个人待着 现在他需要制造不在场证明 回到车里 他让克莱尔回家待着 此刻他应该也得有不在场证明 但克莱尔拒绝了 他想亲眼看到那个畜生下地狱 晚上8点 亨利敲开了那人的房门 一看到那个男人 就举枪瞄准他 让对方乖乖躺进他的后备箱 否则就让他在这里品尝子弹的味道 没想到这男学生直接吓尿了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车开到一半后 克莱尔似乎经过了内心的纠结 说现在反悔不想杀对方 只需要一顿教训 这句话让亨利如释重负 忍不住开玩笑说这是孩子之间的小摩擦 看到亨利不以为然的态度 克莱尔走到汽车前面 上演了开头的那一幕 很快这个人就被亨利绑在树上了 愤怒的亨利无法忍受所爱之人 被他人如此摧残 杀戮的欲望正在他的内心疯狂高涨 男同学看到克莱尔在旁边出后 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原因 开始试图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是克莱尔自愿的 甚至第二天早上表示昨晚的愉悦 这些话当然让亨利很不舒服 克莱尔也是哭泣地解释道 事后的自己太过害怕与恐惧 才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来安慰自己 可事实显然是做不到 男同学一个劲地继续狡辩 亨利从来没有告诉过克莱尔真相 只是担心他知道后 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现在既然他已经知道了 亨利也向16岁的克莱尔 表达了十年来未曾开口的爱意 但他已经没有太多时间 亨利穿越时间线回到妻子的工作室 一眼就看到了家中一直摆放的标记笔 24岁的克莱尔也走出卧室 问他这次去了哪里 亨利没有回答 只是问他用这支笔做了什么 但克莱尔只是笑了 今天是女孩克莱尔18岁成年之日 是他期待已久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 他终于可以与喜欢的男人亨利在一起 虽然此时穿越过来的亨利已经有41岁了 男人亨利有时间错位症 穿越时间和地点完全失控 甚至生命总是受到威胁 他总是穿越到自己最在乎人的时空 这也让亨利在第一次遇到克莱尔之前 已经见过他152次了 时间跨度从他6岁到20岁不等 长期的陪伴也让年轻的克莱尔严重依赖他 他甚至问35岁的亨利 他们是否能永远在一起 面对少女怀春中的克莱尔 亨利觉得此事并不是说出真相的时刻 但他不知道 爱上亨利的克莱尔开始担心他的安全 那天早上克莱尔突然听到亨利的呼唤 立刻从床上弹起 穿上简单的衣服就冲了出去 谁知道他在丛林里没有看到亨利 反而差点被打猎中的父亲误杀 他擅自闯入狩猎区 这让他父亲非常生气 他告诉女儿这里不是他该来的地方 但年少的克莱尔则是更多担心 他疯狂地在丛林中奔跑 拼命地喊着亨利的名字 终于在雪地上看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这不是克莱尔的幻觉 当亨利穿越时身体的一部分都会留下来 并随他一同穿越回去 这滩消失的血则意外亨利可能即将遭遇不测 当克莱尔再次见到32岁的亨利时 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害怕哪天会看不见他 可比时的亨利并不是很在乎 即使当克莱尔直接了当问他的妻子是否是他自己时 他也说了一个谎言让他后悔了一辈子 女孩的尊严让他说没关系 但眼泪仍然本能地掉落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亨利总是故意与克莱尔 故意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在16岁叛逆的年龄 总让他想做一些事来刺激亨利 直到自己18岁那天 克莱尔才得以鼓起勇气向亨利邀请 但矜持的亨利表示有自己的原则 哪怕他们将来会结婚 当下在过去也不能与年轻的克莱尔发生关系 可是这也是12年来152次见面的最后一次 下一次相遇都要到两年后了 于是在即将离别氛围的烘托下 两人还是沉沦了下去 等傍晚降临 落日余晖之下 两人还没能说完分别之言 亨利就消失在他面前 独留一片孤寂且窒息的空气 而41岁的亨利此刻却穿越到了两年之后 正是克莱尔第一次认识28岁亨利的时间点 此刻刚好带着他去见闺蜜和闺蜜男友 光着身子的亨利只好上门来求助 得知从那个时间点过来的克莱尔 万分惊喜眼前的男人 这才是他所渴望的亨利 而不是一旁不够沉稳的亨利 但随之而来的不光有老亨利 还有28岁亨利的前女友 上门来挑衅意外插脚的克莱尔 不过没想到是 前女友也清楚亨利穿越时空的能力 现任与前任分别爱上不同时间段的亨利 不知饭桌上将会上演怎样的修罗场 克莱尔带着自己刚认识没几天的亨利去面见好友 可没想到老亨利也穿越过来 顺带过来的还有年轻亨利的前女友 两个爱着亨利的女人 相互过招来展现与亨利的关系之深 但饭桌上关系的复杂性超乎想象 就在克莱尔19岁的时候 他和他最好朋友的男朋友大胡子发生了关系 克莱尔醒来后非常后悔 他为他最好的朋友和亨利感到难过 大胡子趁机表达了他的爱 事实上他也的确喜欢克莱尔 克莱尔只能说服自己爱着亨利 但亨利此时并没有与他相遇 大胡子只好独自出去喝闷酒 巧合的是刚好遇上彼氏27岁的亨利 正与现任女友在马路上大声争吵 正愁眉气撒的大胡子 当即见义勇为拦住了亨利 直到一年后才遇到28岁的亨利 所以才会觉得眼前的人有些眼熟 思索片刻才回忆起来 认识年轻亨利不久的克莱尔正要和闺蜜吃饭 因为41岁的亨利第一次穿越来这里没有合身的衣服 就一直光着身子在房间里闲逛 在谈话中小亨利知道41岁的亨利 从克莱尔18岁生日那天起 他们就依偎在一起了 虽然28岁的亨利是正式男友 但相比更加年长的亨利 克莱尔与他享识的时间要更久 但他没想到克莱尔会在6岁时就认识亨利 晚宴开始了 两个亨利同时出现 震惊了所有人 经过一番解释 他们终于明白了一切 也接受了亨利拥有时间穿越的设定 值得注意的是 41岁的亨利披着毯子 是克莱尔18岁时两人共度春宵的毯子 41岁的亨利也偷偷把未来的股市行情写给了胡子男 因为在未来大胡子是他最好的朋友 总是帮助自己 当然他也会通过预见未来 偷偷买一些彩票给克莱尔过富裕的生活 性格直率的前女友一针见血的表明 克莱尔只是爱慕着老亨利 却妄想对当下的小亨利下手 从某种意义上两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脾气和精力有想当大的转变 可这时前女友察觉到老亨利看向他的眼神有些恍惚 并意识到将来是自己死了吗 便哭着求老亨利说出自己未来的结果 就这样老亨利又消失了 事实上这不仅是对前女友的话 也是对克莱尔的话 因为老亨利从来没有见过42岁以后的自己 人们在将来终有一死 无论什么结果 最重要的都是珍惜当下 享受面前的人生与生活 当时间匆匆流转 生活的忙碌让我们不禁迷失自己 然而活在当下 爱身边人是我们重新找回平衡的关键 28岁的亨利感觉到克莱尔的担忧 向前安慰失落的他 虽然当下自己并不是那个更好的亨利 可终有一天 他会成为那个克莱尔梦寐以求的亨利 只有愿意给他多一点的时间 而克莱尔希望活在当下 意味着抛开过去的烦恼和未来的困扰 专注于眼前的人和事 学会感受亲人的温暖 朋友的陪伴 爱人的爱意 这些是他生活的支撑 也是他的力量源泉 16岁的克莱尔正在画38岁亨利的素描 但却是幻想中的国体版本 克莱尔还在一旁洋洋得意 但亨利却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他的小举动 突然亨利注意到周围有动静 肯定还有其他人 因为此时亨利已经38岁了 他猜测可能是克莱尔的家人 因为他已经见过克莱尔的家人了 然后明智地笑了笑 因为他说第一次见到克莱尔的父母时 克莱尔的行为很有趣 回到现在20岁的克莱尔正开车 送28岁的亨利去见父母 亨利非常紧张 生怕飞车途中突然穿越 然后在历史中的某个时刻 会突然出现一滩自己被撞烂的肉酱 而大胡子也因为之前的不愉快 一直在给亨利打电话 毕竟两人日后关系愈加密切 但亨利不合时宜的玩笑 再次激怒了大胡子 他在得到国际友好问候语言后 就挂断了电话 大胡子实在想不通 两人今后如何成为朋友 当我来到克莱尔母亲家时 父母非常欢迎亨利 他们一家子都是职业律师 但天天这个弟弟老是 刁难出来嫁到的亨利 亨利想转移话题 称他的大胡子朋友也是一名律师 但他甚至不知道 大胡子的全名是什么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一旁的克莱尔插话打圆场 这才解救了亨利 回到房间 亨利看到了克莱尔和老亨利的秘密花园 所以他想去看看 但显然克莱尔并不想带亨利去那里 因为那里只属于他自己和老亨利的回忆 而不是现在年轻的亨利 而且亨利还随意扔了自己的跳起 这让克莱尔非常生气 但看出端倪的亨利也有所不满 认为克莱尔是时候放下过去 去和现在的自己好好度过人生了 可惜气氛烘托到位 却到了午餐时间了 正当亨利正在洗漱时 门外突然闯进一个小女孩 开始对亨利上下其手 原来这个人是克莱尔的妹妹 她一直以来都了解亨利的存在 所以非常好奇 当她听说亨利要来时 她就过来看看顺便测试一下未来姐夫 并提醒她去看地下室的那幅画 但此时的亨利并不知道这幅画 姐姐走后亨利打算继续洗漱 没想到这个时候就突然穿越了 克莱尔只能谎称亨利有点晕车 只好把午餐改成了晚餐 亨利一落地就与机车党对战 虽然一开始他占了上风 没想到对方却叫来了一众同伙 将亨利打得遍体鳞伤 这时远处开来一辆汽车 车上下来的人正是大胡子前来救援 一番威严恐吓之后 成功地下退了这群步伐之徒 原来一切都是亨利自己安排的 回到未来写下时间和地点 然后告诉过去的大胡子在这个时间点去救他 面对自己浑身的伤 亨利没有告诉克莱尔刚才发生的事情 只能先简单处理一下 硬着头皮去参加晚宴 克莱尔还假装两人小情侣正在磨合吵架了 所以亨利迟到了 但看到受伤的亨利后也惊呆了 由于两人之前没对好口径 所以说出的事实完全不一致 幸亏一番打马虎眼才转移了话题 可律师弟弟又开始找麻烦了 面对家人的跌跌不休 这让克莱尔再也忍不住心中的不满 家庭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克莱尔忍受不了家人的不理解 甚至是恶语相向 丢下满脸伤的亨利就跑回房间 亨利很是担心自己的女友 就去到房间想去安慰她 可以打开房门 只有空荡荡的房间 看见打开的窗户 妹妹煞时间明白了 姐姐一定是又去往他俩的秘密花园躲避了 看着克莱尔为自己画的画 亨利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落寞的克莱尔独自端坐在石头后面 心中无比思念着那个陪伴他13年的老亨利 这时他听到了一个低沉且熟悉的声音 回头一看那人竟是自己心心念念的老亨利 可看清他脸上的瘀青之后 才明白他还是28岁的亨利 他愿意为了自己变成他所爱的模样 克莱尔也感到无比动容 亨利与克莱尔的父母见面后 两人就开始筹划自己的婚姻 当被问及父亲是否会参加时 亨利脸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因为自从母亲意外去世后 父亲就开始不停酗酒 每当他看到亨利 他就会想起所爱的妻子 父子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淡漠的 很少有过深的交流 直到16岁时 亨利和穿越过来的另一个亨利一起吃自己 被父亲当场撞破 随后亨利坦言自己是一名时间旅行者 见证了父母的相遇和爱情以及结婚生子 但此事依然是父子俩心中共同挥之不去的心结 成年之后亨利也很少去探望父亲 但大婚之日不能不没有父亲 亨利只能带着未婚妻去登门拜访 虽然母亲依旧是父亲的阴影 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也有所缓解 看着即将结婚的儿子与儿媳 露出了多年来少有的笑容 亨利也稍微放缓了父子俩平日里的关系 然而此时的亨利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由于婚礼临近 亨利开始变得越来越着急 从而更频繁地穿越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身处陌生的房子里 随后他意识到这就是他未来的家 但亨利是一名图书管理员 这辈子都不可能买这么大的房子了 然后他真的偷偷记录了以后的中奖彩票 给了克雷尔富足生活的保证 而屏幕前看着婚礼录像带抽气的老太太就是克雷尔 这也是亨利一直担心自己将来会发生意外 让爱人从此以后孤苦伶仃 在一次时光旅行中 亨利发现克雷尔时不时的哭泣和抚摸盒子 他打算偷偷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可惜没有成功 克雷尔也安慰着担惊受怕的亨利 随着婚礼的时间一点一滴的靠近 亲朋好友们也陆续做好准备 各种焦虑的叠加下 让亨利的担忧与日俱增 为了不在自己在婚礼上突然消失 吓坏众人 亨利想到了自己曾经内放荡岁月 准备通过服用药品来降低体内的多巴胺 男人亨利是名时空旅行者 他可以任意穿梭到人生所在的时间节点 他提前记住彩票投奖的号码 然后告知给过去的妻子克雷尔 这样一来两人就能轻松筑起几百瓶的大豪寺了 可好景不长 随着年轻亨利即将与克雷尔踏入婚礼的殿堂 亨利的不安感也随之急来 他开始频繁穿越到不同的时空当中 见到各种他不想见到的画面 为了保证自己顺利度过婚礼那天 他决定去找老朋友要点药片来稳住自己 这也许能抑制他的时空旅行 但刚吃完他就穿越到了未来 这一次在暴雨中看到克雷尔和未来的自己 不知为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再次穿越又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自己 然后他来回穿梭 在不同的时空里来回跳跃 似乎还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女儿 当然他也看到了自己的葬礼 终于他们再次来到了两人争吵的时空 找到了克雷尔当时哭泣时触摸过的盒子 那是一个装满燕运棒的盒子 亨利立刻明白了 于是他找到了这个时空的亨利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此时亨利已经36岁 原来两人以后想要一个孩子 但孩子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学会了穿越 他们尝试了五次都没有成功 每一次都以为是最完美的一次 但每次都含恨流产 为了不让克雷尔再次经历这一切 亨利秘密进行了结杂手术 克雷尔知道后两人大吵了一架 觉得亨利十足的自私 28岁的亨利听完后也非常生气 一拳将36岁的亨利打穿越了 屋内的克雷尔也发现亨利此时是28岁 算了下日子 克雷尔顿时非常难受 因为他知道今天是他重要的婚礼之日 另一边新郎团们同样慌乱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亨利两鬓灰白 是从未来穿越来的 但为了让婚礼顺利进行 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36岁的亨利虽然从未参加过婚礼 但他之前看了婚礼视频 因此在头上涂了鞋油 至少能看起来显得更年轻鞋 至于是啥时候看的 就是现在28岁的亨利 正在和29岁的克雷尔一起看录像 从婚礼开始 克雷尔就发现这不是28岁的亨利 因为他闻到了一股很重的鞋油味 幸运的是一切都很顺利 众人也在欢声笑语中 贺喜这对心愿 看着28岁的亨利 克雷尔似乎心中又唤起了生育的荣光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用真切而动人的方式 勾勒出了一个虐心的爱情故事 男主角亨利是一个 拥有时间旅行能力的男子 而妻子克雷尔则是 他生命中的重要存在 但是寻常人所理解的时间流逝 对于亨利来说 却是混乱而无序的 再加上他时常穿梭于过去和未来 与克雷尔的相遇和分离 成为了一把两刃剑 他们的爱情需要承受时间的摧残和阻碍 但这种坚持和执着 穿越时光的爱情却足以震撼人心 这不仅仅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软科幻美剧 更是对于人生对于时间的一次思考与启迪 当我们站在时间的岸边 回忆那些已逝的时光 被浪漫与遗憾包裹着 或许会触摸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柔软与感动 影天温暖的情感传递和美丽的画面 使人沉浸其中 仿佛自己也成为了一位时间旅行者 感受着那失去的记忆和爱意